Fernando Cohen 出来的,大家好,大家厉害 现在是凌晨四点四十三分, Kirby 我 Bard Потому,今天em最初是一种在四点半吧 今天我将真的肯定了,现在就 através个 雲门开始铺刷tauko,刚刚能 Anderson 我们再次 канал,019平时开始了 你们可能好奇为什么凌晨四点还没亮 主要是这个曝光灯 天还是全暗了 刚刚坐一半就忽然想要去见个圣间 那我偶偶也经常这样的 因为最近某一段时间都蛮多东西做 有点错不完 所以我都是在家四点半都一起穿 刚刚就准备健身的时候 那不如就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冰临期末时候的一天是怎么来行程的 早上四点半起床 然后过一会儿就去健身 然后吃早餐 然后再开始充施的一天 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进入 我冷带青蛙大学的一个背靠周 我现在就先换个衣服转个镜头 那现在呢其实都已经7点多了 诶 卡里也出来 天都已经亮了 那主要是因为我刚刚就发生洗完澡之后呢 然后我在YouTube刷到一个还挺好看的 CD的视频 然后我不知不知就看了40分钟这样 哎呦 糟糕 不还挺不错 看完了现在整个心里满足了 我现在要配杯咖啡 搭配我的早餐 就这样开始充施的一天了 现在呢是10点10分啦 你们看着我这样一天在奋斗 你们也不知道我的奋斗什么也挺无聊了吧 所以像一如既往啦 我会和你们说说一下我大概在干什么事情 现在也是在做另外一门课的大作业啊 是的 我这学期几乎每一门课都有大作业 这一次我飞行动力学另外一门课的大作业是做什么的呢 是一个四选一的无人机嘛 那也是我们日商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像大疆的这种的四个选一的无人机 我们就要去对它做一些力学仿真的模型 它的姿态 因为一个无人机在空中飞的时候 它是有六个自由度的 三个位移坐标和三个姿态 偶拉脚的这个自由度 它受到一个外力改变它的姿态 我们要让它稳定回来呢 我们要怎么来调整它的专数让它回到它的姿态呢 所以呢我们就会对它做很多这些物理的力学的公式来进行仿真啊 比如说这整块这个矩阵形式的微分方程呢 我们就是在解它的姿态动力学啦 那过程还有很多这些公式的推导啊 比如说这个坐标性的转换啊这些之类的 所以在了解了它的这些整个力学的分析之后呢 一整个早上就花了很长时间来看这些教材啊 看这些讲义啊 包括也上网查了很多资料了 我现在脑里面大概有那个想法知道要怎么去做的 所以我现在开始呢 就要用这个MyLab Simulink开始正式的把我的力学仿真模型做出来了啦 所以现在继续奋斗啊 现在是1点半啦 现在呢给它睡醒了 我整个的精神很多了 我去泡我下午长的咖啡了啦 所以我又回到来了这个我小小的这个专门泡咖啡的一个地方啦 之前一直有在看我视频观众我知道说咖啡对我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 之前在回答一些观众的问题呢 说怎么能够突然间切换心态让自己能够保持专注呢 我都非常的多次都提到说要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东西来让你的心态发生转变 准备让你进入一个学习状态 而我当初自己发现对我而言最好的一个仪式感呢 就是泡咖啡啦 那所以你们看我之前在清华院系的时候呢 开始学习之前呢都会花一个几分钟时间泡一杯咖啡 当一杯咖啡一泡完毕之后呢 就整个人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中备感射文修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那真的是很开心 四点半而已 我在弄今天我的四旋翼飞机的一些大作业东西呢 做出来我要的结果了 真的是很开心 你们看这曲线多么的漂亮 现在呢我还要去奋斗啦 一直到晚上 OK那我现在是晚上八点半了啦 我变得很爽 这种感觉真的很开心 越做越成熟的时候 看着自己的程序越来越接近 最终了像样的结果说 变得不想停下来 然后就变着变着变着 肚子实在太饿了 然后就去吃晚餐啦 现在吃完晚餐上来呢 虽然我其实整个人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困了 从一大早到现在 那但是还是想继续做 因为我的这个四旋翼飞机 类似五人机的四旋翼的那个仿真效果 做得很像样 所以有一点不想停下脚步 泡了一个红茶 加奶的红茶 也是他们家的 他们家也是有红茶的 那泡到这杯茶 现在也正准备要继续开一些直播啦 所以说真的大学真的一定要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做这些小小的一些科研的东西的时候 真的是很好玩的 就真的是不想停下脚步 就每天呢为自己未来打拼啦 好啦 那我现在先自己赶紧继续变 一直到 记事差不多模糊了 然后我才洗个澡去休息啦 现在呢是差不多晚上十点了啦 刚刚整个的心态要炸 做错东西了 我一直以为 住家分配到给我的大处的题目 是我要控制它的角度 比如说我现在那个无人机 这样子的 我要把它忽然间控制到这样转15度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 就一整天的编程都是在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把所有动力学的东西 控制器全部弄好之后 终于砸出来我的结果之后 才发现原来我的题目是要控制脚速度 不过我现在有想法啦 知道怎么改 但是我现在整个心态很炸流 开始直播奋斗前 心情开始很愉快 现在整个心态很炸流 现在不想做啦 明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再继续做吧 好啦 那今天是一个小小的 我在马来西亚这边上学的一天 也希望让所有人知道说 其实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呢 其实是有一个人陪你在打天下的 在这条未未来打拼的道路上 你并不是一个人的 这一期短短视频就来到这里了啦 感谢各位支持我们下期见 拜拜